柯文哲他已经到了现场开始对群众说话了 来听柯文哲 这些相信的力量终于让台北市改变成真 亲爱的市民朋友 我们启动了爱和拥抱的力量 恢复了这座城市的光荣感 这次台北市长选举的结果 彰显了台湾的民主价值 和台北市民追求进步的决心 此时此刻 对柯文哲而言是选举的结束 但是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开始 我会更加谨慎谦卑 艰苦奋斗 在市民的监督之下 实现政见的承诺 我先在此向六位竞选伙伴致意 感谢陈汝斌 赵汝庆 李宏信及陈永昌四位先生的努力 我们共同的政见的历史 也感谢林盛文先生 对我的指教 让我得以发现缺失学习感性 更要特别感谢洪光远先生 不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参与选举 而且提出许多务实的政见 六位竞选伙伴对于市政蓝图的规划 柯文哲都将虚心采纳 同时我向市民承诺的六大愿景 30项柯批新政 透明廉政公约 以及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理念 都将带进台北市政府具体实践 亲爱的市民朋友 感谢有你 我离开台大医院 独自一人投入这场选举时 支撑我的信念是 如果有心要完成一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来帮你 造就台北市改变城镇的力量 来自庶民 乡民和公民 我来自庶民 未来进入台北市政府 会继续请听庶民的声音 乡民的力量的展现 见证了网路世代的强大 不论是线上捐款 理念传播 活动募集 这都是一场网路主导的选战 从白山军到太阳花雪运 公民运动造就了 台湾新政治的来临 公民社会的崛起 不是吼定政治 而是开阔的公民参政的契机 政党和政治人物 必须更谦卑面对公民社会 这也会是台湾政治的正面发展 意识形态的高墙 就要倒下了 这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未来的台北市政府 不但将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 也会提供给市民 公开透明的市政资讯 我要再度向市府同仁承诺 在我任内 公务员不必服务政治和政党 只需要全心全力服务台北市民 另外 我要感谢民主进步党的牵让 让在野大联盟得以实现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竞选团队 姚立民总干事 李映元秘书长 计政总团长 许许多多隐姓埋名 但默默付出的政治前辈 当然 还有这一次透过海选 参与了这次选战的年轻朋友 你们的努力造就了2014年的台北奇迹 亲爱的市民朋友 这是一场你以我共同以爱为名 标局和解宽容 坚持公平正义的竞选 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也感谢没有投票 没有投票给我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的声音 我一样听到了 没有人需要为选举的结果感到失落 one city one family 选举过后 台北市民都是一家人 每一位市民都是鞭策 柯文哲进步的力量 这座伟大的城市会继续前进 今晚请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 回家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太阳升旗的时候 开始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向伟大的台北市民致敬 表示了他的当选感言